谢谢冯老师的提问 联系到跟我前面最早讲的 就是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文化协会当时蒋卫水 他们面对日本指责 他们要将台湾从日本独立出去 然后不断提到台湾人的概念的时候 当时日本政府 就对于蒋卫水 或台湾文化协会 进行非常严厉的一种指控 当时台湾文化协会 他们提到一个概念 他说我们所谓的台湾人 和台湾本岛人是不同的概念 台湾本岛人是指台湾的汉人 台湾人是所有住在台湾这个岛上 愿意认同台湾 共同支持建设台湾的所有的人 就叫台湾人 所以日本人也可以是台湾人 生藩 他们当时叫做生藩 生藩也可以是台湾人 所以在100年前 台湾本地人 他们的自我认同是叫本岛人 但是台湾人的概念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从日本人带进来的 就是说这个日本的这个近代宪法 带进来的 就是说这个以公民身份为界限 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民族认同 那这种台湾新的台湾人的概念 在台湾人跟日本的这个文斗当中 慢慢的去形成的台湾本地人的台湾人概念 所以呢台湾人的概念就取代了本岛人 台湾岛上就其实日本人还是塌着 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汉人跟原住民呢 他就慢慢被台湾人的概念凝聚起来 那这个概念呢 因为后来碰到这个 就是1949年之后的外省人 所以呢台湾人跟外省的概念 在台湾它其实分开的 那台湾人怎么样把这个外省人带进来 那其实也是什么 民主化 民主化之后 慢慢慢慢 特别是在所谓的天然独世代 也就是说外省人第三代 他才慢慢的形成 所以那个刚才那个冯老师所谈的 他其实是什么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民主主义 他其实是有两种典范的一种撞击 一个就是日本时代 台湾人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 从日本这个爱尔兰模式 或者在日本对抗当中所形成的公民民主主义 和中国呢 在这个抗日战争当中 所形成的这个中国的民主主义 他这两种民主主义典范呢 在台湾岛上啊 因为这个国民政府啊 就台湾的这个卫权统治 所以他形成这种强烈的碰撞 所以因此呢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 我想我这个不容否认 台湾本省人的确是运用的这个民主主义 这个 才进行政治动员 而且非常有效 所以这个 所以这就是主要这个民进党啊 就是他形成了 或者台湾的这个统独认同啊 这个论争了 那个 延续到今天呢 就和这个 族群的这个 选举当中 族群动员有关 这个呢 你放到这个大历史背景呢 其实和中国的抗战 或台湾的抗战 这个大历史是有关的 但是因为什么 这个民主主义啊 这个形成 刚才前面呢 冯老师提到 比如说美国 美国没有独立革命 法国呢 法国如果没有他的 法国大革命啊 那么英国呢 如果也没有他的这个光荣革命啊 或者德国呢 没有历经啊 这个啊 这个普发战争啊 这个啊 没有经过这种啊 就是说啊 这个啊 政治啊 政治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啊 一个形成的过程 他这个新的民主的认同啊 或者台湾的这种 国家的认同啊 他就没有机会啊 去真正去凝聚 去形成啊 新的一种啊 以台湾为界限的啊 这个啊 这个现在公民国家的啊 这种 这个民主认同 我要讲的就是说啊 如果台湾啊 今后 它的这个国家认同啊 要凝固起来啊 在这个以台湾为中心啊 要凝固起来的话呢 它最大的变数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今天呢 中国不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断的对台湾的打压啊 让中华民国啊 走不出去 其实是在帮助啊 台湾形成 他的台湾的认同 而这个 被中共打压的这个经验呢 在台湾是不分外省人 不分啊 本省人 或不分原住民 他所共同经历的啊 共同背负的啊 所以这种啊 啊 这种修其与共的啊 这种啊 这种啊 命运的这种连结呢 它是未来啊 台湾的这个民族主义啊 走出啊 过去中国 或者是这个啊 台湾的这个悲情历史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啊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如果中共啊 如果看清这个问题的话 啊 那其实啊 他的指责 所谓台独的 的同时呢 啊 我们从台湾人的角度来说 他才是台独啊 最大的催生者 那就是说啊 今天台湾的这个民族主义 他还在演变当中了啊 我们都希望说啊 这个以李登卫所讲的 这个啊 这个啊 台湾呢 作为一个新中原啊 的这种概念呢 啊 用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啊 重新去凝聚台湾人的这个认同 但是呢 这个并不顺利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民国没办法去使用啊 当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啊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呢 现在还在啊 就台湾的民族主义 或者国家认同 会走向哪个方向 他其实还是啊 我想还是放在这个两岸关系啊 怎么样去发展啊 当然我们 我是觉得说 这个啊 因为 也是因为中共中共的压迫啊 呃 被中共压迫的这些中国大陆啊 这些啊 这个反 这个民主人士呢 他和台湾人啊 重新找到一个啊 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础啊 就是那个被中共压迫的经验 以及啊 对于民主宪政这个价值的认同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啊 台湾跟中国重新连接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啊 所以我觉得未来呢 不论啊 台湾会走向啊 什么样的方向 可是呢 在今天啊 我们共同面对啊 共产党的这个压迫的共同 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啊 经验呢 我想是啊 未来呢 台湾跟中国啊 这个这个啊 明天啊 这个啊 这个命运啊 啊 这个啊 发展啊 共同的发展了 很珍贵的一个资产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呃 今天啊 我能够在这边跟各位来畅谈这些问题呢 也是因为我们都有同样开阔的心胸 同样的价值认同 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呢 我在台湾还不见得会有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啊 的一种共同的一种精神的资产 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他 非常好 非常好啊 这个时间已经已经到了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转到下一场 可是现在这个习卓荣兄好像没上来 如果冯教授对于刚才曾教授提 呃 这个演讲啊 呃 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问题可以交互的话 那么可以继续 哦 你有办法跟那个习卓荣联系一下吗 呃 呃 徐老师他现在还没有连续上 哦 刚刚连续上了 您 他上 那等他上线之前 我们就是您跟郑教授可以继续对于这样一个话题 继续 好的好的 或者是我们本场就结束了 是 就是你就是你刚才讲这个这个这个民族认同 刚才讲这个是两个两个不同典范嘛 就是你讲这一点 是其实可以解掉很多中国人里头的一个心魔 呃 因为这现在这种长时间的分离 还有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宣选 长期的这种宣选 让这个中国人这种思维能力 是蛮低的 就是他没办法把他去理解一个一个很复杂的场景 就是对对对台湾这个新的民族认同 对港人的这个民族认同 他他他没有办法去理解 就没有就是他这个超出他的这个 超出大大部分人的这个理解能力 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非常和悲的事 但你提到另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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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量就是讲这个中共政权 其实如果这个历史 我们的后代或者我们将来有机会写这个历史的话 就是中共政权 他本身对中华民族的破坏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本身从他立国开始 他是把中华民族的这个啊 传统文化 零根八起 那么现在才想回去 用一个实用主义的方式去利用他 但是这种这种这种对民族心灵的任何创伤 这几代人的创伤 是无法无法一致的 就是他们这个伤到这个程度 那么到现在 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他让这个周边民族就边缘地区的族群 包括新疆人 西藏人 台湾人 港人 与中华民族之间发生这种深度的疏离 是这种政权他本身造成的 就是他是 所以他讲他是 如果他现在在 刚才说他在煽动 中华民族主义 他是 极不够格的 如果说他是一个民族代言人 因为他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是在 在在筛散这个 现代意义上的 就是梁奇梢 你讲的 林奇梢所定的这种 这种这种 从信正民族主义 这个这个民族主义 和信正爱国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不晓得 你是不是这么一个观察 是不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我非常赞同 这个冯崇利老师的见解 这个冯崇利老师所谈的 这个现成中国概念 跟我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 我觉得 中国真的要走出 那个 就是说 要有一个未来的话 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党国极权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 一定要终结 不但是从这个 这个实际的 这个政治秩序当中 要结束 他对中国人民 心灵 精神 的那种奴役的状态 也应该终结 让中国人能够真正 成为 成为一个 这个 最有自主人格 的这样一个地球人 我觉得这个 中华民族 才有重新去 整合林奇的机会 否则的话呢 就像冯崇利老师所讲的 现在在我们台湾呢 因为 中国夹杂了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概念上的混淆 然后呢 在国际上 这个 所谓的中国 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 没有办法被正常的使用 所以呢 在台湾 现在日常的语境当中 慢慢的 因为两岸交流 非常的频繁 你谈到中国呢 大家 不会想到说 我们是 是中国 中国是他称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像冯崇利老师啊 在台湾人 也不会觉得 你是中国人 他会把你当成 是澳洲的华人 因为讲到 中国人的时候呢 我们想到 就是小粉红啊 或者共产党啊 那个 七面獠牙 非常真灵的面貌 所以中国在 这个概念 在台湾啊 它并不是一个 光荣的符号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上 我觉得这个很可悲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台湾人的 日常生活当中 像比如说今天 像昨天 昨天在台湾的 这个民俗当中啊 七夕 我们叫做 中国情人节 我们不会说 它是台湾情人节 是中国情人节 七夕啊 我们台湾的 各地的这个庙宇啊 这个香火鼎盛 大家去拜拜啊 去祈求好的 这个音乐 然后做什么的 这个是 这个现象呢 我想在中国大陆啊 的民间呢 可能看不到啊 像台湾啊 这个整个交通啊 繁忙堵塞 大家都忘了 现在还是 还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去庙里 去进香啊 这是什么 这是传统中国文化 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当中 它所发生的一种作用 它所发生的力量 跟你说 是不是承认了 宣称 是不是中国人没关系 因为中国 中国呢 的那种文化 中国的精神呢 它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 所以呢 跟中国 跟现在共产党去争执 谁是中国人 谁是中共正统啊 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觉得非常无聊 没有意义 这个 因为他喜欢当中国人 就让他去当吧 他把中国的这个符号啊 变得如此的丑陋不堪 就让他去吧 但是我们台湾呢 继续维持着我们啊 这个从这个祖先啊 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化 然后呢 我们也带着什么 现代的这个 现正的这种意识 来充实我们的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 我们的公民生活 这个啊 这个我们的具体的 日常生活的实践呢 正好就可以打破 共产党所讲的 中国人不适合 自由民主啊 这样一种说法啊 那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台湾是 我们啊 在文化上面 我们还是中国 具有大大大量的成分 大量的比重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是 中华民国宪法 的这样一种秩序 那台湾人不是证明 中国人非常适合啊 现代的这个啊 这个宪政啊 宪政的主义 中国家的这种生活吗 啊 所以我觉得 呃 在这点上的确啊 就是说这个 呃 现在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确啊 我觉得是 妨碍中国 成为文明国家啊 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阻碍啊 这个我 我身为这个 华人民主书院啊 在台湾 在这方面努力呢 也是希望说啊 台湾人呢 这个啊 面对啊 这个啊 我们未来的 的这个命运呢 一定要看啊 这个所有的华人 要团结在一起啊 把这样一 这个啊 这个在中国啊 这个故土上面的 这个啊 这样一种啊 邪恶的政权呢 就早日将来终结 这样我们才 所有的华人呢 所有的这个中华民族 或全世界人类呢 才有真正的自由解放的一天 是 因为你提的另外那个任务 这个其实是文化人啊 和一大派用场的任务 就是从从这个 集团党国洗脑教育 造成的精神奴役中 解脱出来 啊 这当然 但你讲第一步 就要把这个党国解体 然后然后去创造一个一个 政治和社会的外在条件 但是要要要要以这些外边去解放 但是要这个这些这些这些人 要从里面走出来 他需要需要真正意义上的 enlightenment 就是他要要自身的精神世界 他必须来一世 这个这个 很伏 他必须那边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型 就是就是社会学上的这个再社会化 就从心去接受新的一个价值体系 新的一个一个 甚至于最基本的管理是非善恶的这个判断 就是这个是就是不仅仅说是政治上的那些自由民主 这个法治那些那些这个复杂一点的观念 现在这个这个精神奴役是已经 就是做人就已经深入了个良知层面 就是你要判断这个是非善恶 现在在中国日常生活中 已经遇到相当大的麻烦 就是你如果是知道在中国有亲戚朋友的话 哪一个民主能够制造出这么多代毒的食品出来 因为那个他经过那个散业链多少个环节才会把这些太多的食品生产出来 这个这个是这个道德认知相当混乱的情况底下 他才会对这个同胞的生命 对这个人的生命尊严 完全可以把它把它放在一边 就跟他上红歌上那个很高大上的语言 跟他现在这种行为完全是分裂的 就是这种这种这种东西其实是 跟你讲这个这个从精神奴役 刚才一开始之后 那个赛霞教授讲到现在这个担忧率 就是好不容易开放言论 就是半开放了就是互联网 开放了这个这个一段时间 现在又还是关回去 因为这个这个信息来源是非常重要 对刚才讲的这个这个精神奴役的解脱 就是他的他的信息不对称 就是他他你跟他讲就是中国话讲鸡同鸭脚 就是他他他他他去获取信息的习道 再加上他那种梳理信息的那种那种 特别特别的党国方式 就是这样这样像现在很多人很担忧 就是哪怕啊好多人就说明天明天 这个中共政策就垮了 他就解体了这群人是不是有能力 就是去去去重建一个道德 重建社会重建 重建一个一个符合现代人的 一个一个新的新的道德体系和这个 政治政治制度 这个是一个一个好多人 蛮多人很忧虑 所以这是个大问题的啊 也许我们也有赖一个这个光传媒 未来再开一个论坛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啊 中国如何啊这个精神啊 这个温明啊重建的问题啊 这个我是我是对于啊 从中国大陆内生啊 产生产生这种力量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呃 这个电子极权主义啊 这个这个这个笼罩之下 没有那么大的乐观啊 这个我反而我要寄 我觉得要寄望于啊 外在的力量啊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的力量呢 其实就在于啊 这个熟悉这个啊 中文啊 这些外部的力量啊 我想这个我们台湾人啊 或者海外华人啊 应当是在这个啊 中国的这个在启蒙啊 在社会化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关键的力量 是所以现在这个这个 如果金榜算很重 就刚才一开始就介绍 然后讲的这个是渔学干正 其实我们我们从我们自身的 个人爱好我们关系门来做学问 很回过小日子很滋润 所以我们其实因为这个 这个责任感 使命感 但我们没办法去去关系门 做这个这个象牙塔的学问 这也是我们人生里头 就是没有没有 中国这个新政转型没有完成 其实对我们自身的啊 工作生活 本身影响极大 就是这个是是 你讲的到这个传媒 光传媒他们其实也是 啊做这些事情是 是实义圣徒生的行为 他本身是一个一个给社会 做一个做一个奉献 然后去去啊 拼砖加瓦 从不同角度啊 激发这个我刚才讲的 一个传媒性的 这个enlightenment 就是个启蒙运动 你这个启蒙运动 他必须他有三亿进去 他才能够得到得到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 刚才今天讲的一个解脱 如果不三亿进来 没有变成一个active citizen 就是一个一个积极的公民 他是他是没有法摆脱 这种这种啊 就神明的这种这种啊 奴役精神奴役状态 你这个是这是一个一个 所以这个当年孙中山老孙 他是说以革命来启蒙 就是他要通过这个 这个革命过程本身 来去来去触动 所以这个是其实刚才提到 英美法国家的这些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当民众卷入这个 新政转型的信实的政治运动 或者社会运动过程 这种作用 跟这个我们现在所做的 孙文制的这种这种啊 启蒙 他的他的速度会更快 他的这个这个 你你你你会讲 你会是他深度有限 但是如果从大众上面 所以那个那时候的国民的觉醒 因为我们如果回到 回到比如讲我们几个例子 就是侵害革命蒋熟东山 这些革命在在同盟会 他们做这个宣传 民报也好 这个新民重报也好 他们当时的发行量 满大满就是这个这个 几十万份或者三百万份 就是中国的满大满 这么大的国家 有四亿人的国家 恐怕是一百万人 可以接受这个共和概念 但是他一旦把皇帝给给给先翻了 到了云志凯后 你想再搞地质 那全国人都不认同 包括那些那些独军们也不认同 就是这个观念 一下子从地质时代 走向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共和时代 他的这个观念转变 不是不是说以前 靠这个思想传播 他的范围是窄得多 那现在一下子变过来以后 这个大众过来 你到你到了五四时候 到五四时候 你看那个参加 参加这个这个新民 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人 那个学生型就是几千万 上千万的人 就是这个是一个一个 就是政治运动本身 他有有这个有这个启蒙的功能 就是如果如果是如果他是他是同一个方向的 这个是巨大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怎么让中国在现在这个日趋 这个严密的这种社会控制下 有这个新兴之火可以点燃 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 是觉得非常的沉重 那个特别是看到香港 这个很快的这个就遭到打压 我觉得这个这个部分 的确可能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 在在现代一种 这个电子集权主义之下 怎么让这个刚才冯老师所谈的 这种政治启蒙的 这个新火怎么去点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去思考 这个这个策略 但是你如果谈到香港 香港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dimension 另外一个一个面向 就是我我和我太太看了很难受的 就是像像林郑月娥 就是他一大批这些是在在英美交易系统里头 培养出来的公务人员 这些政府人员 他现在一下子转过来就去当中共的英选 你看他的表现 好像他没有没有这个良知心理上的障碍 就是他这个这个输了 输了在在去年这个这个 这个流水革命中的这个这个警方 那现在是进入了他的整个整个政界 政治界 还有当然包括一些五粮商人在内 但是最最最 让我震惊的 就是现在这些 这些这个这个 做过很完整的英美教育 公务员系统 他即使一跳走得这么远 当最典型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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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林郑月娥 就他现在你你现在可以毕竟你想 如果给他一个船位给他 把他放在放在北京 习近平那个位置上 他在行为模式 会跟习近平啊 不争上下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传例 就是我们讲这个集团传例 授权作恶之后 这个人的堕落 一下子就是这个在船里面前这种堕落 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像像像提到香港 就是讲的思想启蒙 挡不住这个船里的腐蚀 很快就船部一下子转过来 非常丑陋 非常非常这个这个凶肠 权力最终要靠权力来制衡 所以所以要期待说林郑月娥 要这个 要内胜外亡 这个不太可能 就把他当了坏人 以后有机会 让这样的 像这样的制度 不要再产生这样的恶人 我觉得那才是根本 那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有一个足以 对抗这个极权的这个力量 那么才有办法去扭转 今天中国大陆 这个在这个走向更加极权的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我也想带出来 就是说像这个最近美国提出来 要召开在年底 召开这个民主峰会 我觉得这个通过全球 这个民主国家的力量 的集结联合 这才有办法去抑制 这个中共极权的 它的这个扩张 跟它内部的这个深化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这个自由世界 应该有好好的一个反省 跟健康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如果是 就是心里口 就是这个 包括西方很多政客 不再去 去珍视这个自由价值 就是去采取这个 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 去跟中共计算政算做勾兑 就包括川普本身 如果你纯粹用这个经济民族主义 来跟中国的民族主义交手 这里头当然有它的内在逻辑在里头 但是你如果没有提到这个两种价值体系 两种政治制度之间这个生死搏斗 你没法战胜他 就是包括包括刚才讲的 就是一个民族主义会里面 这些这些很多人 包括政界的很多人 他站队 他会站在中共一边 就是因为这个利益上的纠缠 你像刚才又集会 林郑月娥这个例子 其实他本身也是书生寒门 本身他本身在以前跟中共之间 并没有非常深的这种利益关系 但是一旦站在位置上 所以他是背靠着中共来支撑他 就为了他现在这个悬位悬事 然后就完全可以把所有的民主自由法治 生命尊严全部踩在脚下 有时候我和他打气者问那种 那种光泛看那个脸像 绝对受不了 怎么在香港社会本来是港人 蛮好感的原来的港人的这个文官系统 因为他是从文官系统出来的人 怎么变成这么一个 紧直像妖怪一样 就是他那种那种 跟打气者问那种那种身体语言 可能他用的那个语言 他是一个一个 就变成一个人好端端的 就会变成一个妖怪 所以这里头就是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国际上 把这个自由民主价值 放在一个很高的位阶 让这些不同制度底下的政客们 有一个有一个期待 就是这个有一个是刚才讲 一个是非的问题 就是你是站在站队站在哪一边 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民主 现在大家都不把他当委设了 而且大家都放 这个主要国家也放弃了 那么他们会采取像林郑月娥 这样的一种心理扣的那种行为 也就是这样的住民主人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 所以我们开始 rela罪你 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最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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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来的